45.香港相報 北京然慶張辦世界馬鈴薯大會 2015年7月22日中國經貿A23.香港相報信 記者澳類報導 由農業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舉辦的2015世界馬鈴薯大會 將於28日至30日在北京然慶舉行 同期將舉行中國國際薯業國難會 中國馬鈴薯大會及馬鈴薯主食產品及產業開發探討會 此次大會有來自全球37個國家的866位代表和近200家企業參展 市力界邀請專家最廣、權威性最強、科研成果最封石的一界 據悉 馬鈴薯主食產品及產業開發國際研討會 是馬鈴薯主量發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後 農業部朝開的首個國際研討會 來自國內外的業內專家將在政策扶持、科技支撐、產品加工和消費引導等方面開展深入探討 延慶院常委、宣傳部長其金利表示 市次大會由延慶院和河北將家口市攜手承辦、兩地環將簽訂馬鈴薯產業戰略合作框架協議、 淺行經津企協同發展戰略、此外 國際馬鈴薯中心亞太中心、延慶將在會期舉行揭牌儀式 作為第一個在中國建立的國際農業研究機構 將加快延慶打造馬鈴薯總員之都 成為助推北京打造總業之都的重要醫堂